而幸福似乎也就就此关上了大门 在八月我们两个人就去两个结婚证 八月底我的儿子就是出生了 真正的矛盾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 维飞飞说自从有了房子和孩子 公共婆婆以及丈夫的弟弟妹妹 就娶家从湖南农村搬了过来 由此家庭关系变得复杂起来 矛盾时有发生 最主要的是他们会干涉生活 父母就会跟我吃醋的 五一二号晚上她妈跟我吵了一下 让李飞飞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吵架之后的第二天 丈夫和婆婆就带着孩子不辞而别 我是孩子的母亲 我有权利吃到孩子吧 李飞飞觉得丈夫这样做不尊重自己 一气之下搬出家门在外租住 而丈夫却又时常找过来 那个时候就想着算了 但是后来的希望是她给我的 她回来之后又是跟我一起一样的 夫妻生活 平常两个人逛街吃饭 李飞飞的丈夫对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如今不愿多说什么 李飞飞仍然期待着夫妻两个人 还会有重归于好的那一天 但是2008年5月 丈夫到法院起诉与她离婚 李飞飞不同意 于是法院驳回了丈夫的诉讼请求 但是更大的打击来了 原来的邻居告诉她 丈夫有了新的女人 李飞飞还是等待着丈夫能够回心转意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等来的却是绝望 因为有人为她拍摄到了丈夫有外遇的客观现实 真正的绝望是从那个 从那个知道怀孕开始 年底的时候 那个女的肚子已经大了 穿了一件很大的鱼 带了很多东西搬家了 从那个时候她搬出来 我一直就找不到人了 李飞飞开始清醒了 丈夫也许永远都不属于自己了 于是她开始到处寻找丈夫和这个女人 半年的寻找终于找到了 丈夫的外遇是丈夫高中三年的同学 这时候他们的孩子已经降生了 李飞飞觉得自己与丈夫的婚姻还没有结束 他们俩这样做属于重婚就报了警 最后的一丝希望破灭后 举目无亲的李飞飞独自一人 爬上她和丈夫曾经居住过的楼房 准备走向绝路 被人救下送到了附近的南山区法律援助中心 当时她来的时候是 又激动 上去不接下去